我国海军昨天派出了主力军舰跟海巡署联合展开护鱼行动 而在过程当中我方发现有一艘不明舰艇一路尾随 事后确认为美军的观察导号 这也可以看得出美国方面对台飞冲突的高度关切 台南舰15号下午4点多越过北纬20度 暂定执法线大约30海里抵达北纬19度30分 直逼旅宋岛外海 这也是海巡属护鱼任务最靠近菲律宾领海的一次 海军既得起马工军舰也在12号清晨4点49分左右 前进到北纬19度42分19秒的位置 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侧护海巡护鱼的任务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国军与海巡属联合护鱼超演共出动三艘军舰 四艘海巡舰还有海工军直升机 以及空军IDF经过号与幻象2000战机 动员近千人 画面上四艘白色的舰艇是海巡属的尾星舰 而在它的左上方上空 这是一架海军的S拐动C而继续在它的前方 还有一艘是拉法叶舰的陈德舰今天海巡属 以及国军可以说是精锐进出要为我们受害的渔民讨回公道 也要为国家捍卫主权以及渔权 虽然飞北军没有舰载飞弹但马工军舰也模拟遭受飞弹来袭 操演射程超过一百五十公里的标准二型飞弹 在我国军舰演训过程时 美军观察导弹道飞弹观测舰 一度尾随在舰队南方大约十海里左右位置 不过由于雷达上读不到之骚船的传及资料 拉法叶及陈德舰还派出舰上S拐动C反潜直升机 飞往目视辨识身份 据了解观察导号专折追踪世界各地重要军事活动 也让外界猜测观察导号的出现 是否与美国关注这次菲律宾公务船 枪杀我国渔民的事件有关 记者综合报道